夜阴果报定理 我们知道,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 但人类却不明白宇宙生命的真相和真理 于是,自由意志就会妄动 这个妄动就是盲目的造作 自由意志的造作所产生的惯性能量 叫做业 自由意志在不断造作过程中累积业 形成业习 业习反作用于自由意志的时候 也叫惯性的力量 简称业力 我们知道,自由意志在造作的过程中 就会受到业力的影响 我们把业力的作用叫做业因或者业缘 我们把自由意志在业因和业缘的参合下 造作产生的结果 叫做业果 而业果变为新的业因和业缘 继继续参合自由意志的造作 而产生新的业果 如此这般 每个人的心中就会形成各种各样 无量无边的业因业缘和业果 因果丝毫不错乱 业因果报定理简称因果律 也就是因果缘起法则 大略包含五个方面 一 善恶业因 毕生同类果报 有如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因果决定不错乱 不可能杂乱 一切自然科学的定理 都征询因果律 不会因人们对它的认识 亦否 相信亦否 而有所增减 而生命科学 生命的自由意志 所造作的业 同样征询因果律 同类因 必胜同类果报 是贯彻一切现象的 不变法则 善业必生善报 恶业必生恶报 善恶杂造业 必生善恶夹杂果报 无有错谬 丝毫不爽 为什么 业因果报 无有错谬 丝毫不爽呢 我们常说 泼出去的水 是收不回来的 射出去的剑 还能收回来吗 发出去的力 你还能收回来吗 力已经发完了 能量已经释放出去了 还能把那个能量收回来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力量 已经发出去了 必定有反作用的力量 其他生命 对我们的 审议恩怨 我们施以反报 是所有生命 都具有的本性 这种本性相似于 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的 物理规律 我们起心动念 产生的力量 也是这样的 贪念一起 嗔恨心一起 那个能量就释放了 业已经造完了 当下这个业因 就已经成熟了 而果报什么时候成熟呢 就不一定了 所有生命造作的善恶业 形成的业力 都会反作用于 自由以止 善恶业 必生同类果报 还意味着 一个人 若既行善又作恶 则其善恶 各自生果报 不可能互相抵消 不可能用行善的方法 消灭恶业之恶宝 恶业再大 也不能消灭 其所作善业的善宝 大比方 你杀了一个人 明天拿点钱 去做点布施 这是抵消不了你的杀业的 杀业就是杀业 你做布施 也有布施的福 这个是两码事 互相不能抵消 善恶各受其报 禅宗六祖慧能 在谈经中 有说 你将修福 还灭罪 因事得福 罪还在 是转世以后 你得了该得的福 罪业 还是没有消 该报的时候 还得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